立法雜無淘汰 需要些時間和要看個時機 在23條立法後作跟進的工作 政府說23條立法要有合適的社會氛圍 有建制派應貴可以在今屆政府任期室內完成 民主派就不同意 法委會建議旗下3萬個停車位加租6至8 東文峰會主席證明要提及中國在南海的活動 要和中國關係改善所感到虛無 但民生一副更世主以35億港元賣出 成為世界上最貴的話 不過十多年前它只值7萬元 詳細新聞內容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菲來香港出席基本法研討會 李菲一開始就提出這三大問題 那香港應該做些甚麼呢 李菲就說國家憲法是香港的根和原 香港有責任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 特區政府一直未就基本法23條立法 帶來的不良影響有目共睹 23條立法是暫無淘汰 謝謝 謝謝 拐山之水必有其源 香港特别行政区 是国家对香港 维护行事主权后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决定设立的 从法律上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根和原 没有国家宪法 这个根和原 就没有香港基本法 就没有香港特别行政区 也就没有今天香港 一国两制的生动事件 李飞特别提到 有香港的青少年 不理解国家民族历史 近年来香港有些人 在社会上 在校园里 排斥一国 抗拒中央 所谓什么本土自觉 香港独立 用各种歪理学说 来否定 诋毁中央人民政府 对香港的管制 否认香港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有些人甚至还采用激进或暴力的方式 将分裂主义企图 述主书主于行动 从行为上看 是荒谬的 从心事上讲 是违反的 从情感上 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必须要毫不犹豫地 于抵制和反对 但是令人痛心的是 香港有些青少年 不了解国家和民族的历史 不了解国家和民族的历史 不清楚香港的前世和今生 受到这些比有用心的人 蛊惑 忽独 李飞说即使香港的地位再特别 对国家都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列出香港有四大县制责任 包括维护国家安全 县制秩序 维护国家发展利益 和香港长期繁明稳定 要做到尊重国家宪法 维护国家宪制秩序 一个基本前提 就是要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 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 香港金融法已经实施20年了 迄今为止第二三条立法 仍未得到全面落实 法律缺位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相信大家已经有目共睹 我这里想强调 通过制定法律 以严格执行法律 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 应当全面准确的落实 这是责物旁贷 他总结是说 香港应该要找到国家发展机遇 香港的命运从来都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绝脉相绵 融入与共 胖想中国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 就是维护香港的根本利益 胖想中国损害国家的发展利益 就是躺避挡车 最终也将是损人害己 李飞有提到 高度自治是指特区政府 行使基本法授予的权力 从来没有脱离基本法的高度自治 特区政府也没有所谓独立和自主的权力 报纸电视机者张靠谱报道 对于特区政府 应该就基本法23条立法 政府就说要看时间和时机 即时会更进 基本法研讨会有几百人获邀出席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支持的时候说 基本法在香港实施超过20年 实践过程中出现新观点和新争议 近年香港社会出现了 小部分人抗拒一国 将一国和两制放在对立面 实在令人同心 对于李飞提到 政府应该就基本法23条立法 政府说适时会跟进 有政协就认为可以在根界政府任期内完成 例如包括整个立法的时候 我们那个条例草案的内容 包括怎样将立法的需要 和我们的牵制的责任 怎样宣传好 令到大家都明白 这个国家安全我们有责任在里 我觉得今届政府有四年时间 应该都可以做这个工作的 欧洲 你怎么能找到我们呢 香港现在有竞争条例 和竞争对手合谋伪标是犯法的 竞争事务委员会会全力打击威胁 维护公平竞争 保障大家的权益 举报为标 喂 喂 在你身边十年 你试过愿真看我看我 我就到家了 的立法呢 如果没有一个民主的制度的话 其实是会 大家会带来很多人担心 叶建元是唯一出职研讨会的非建制派议员 他说在休息室有幸李飞表达香港的民主发展问题 不过没有机会进一步讨论 无线电视机第一黄德兰报导 而全港五十间中学就安排学生在学校里面 收睇李飞演讲的直播 维护这一间中学 安排了中三、中五和中六四班一共一百二十个学生 去到礼堂收睇李飞在回展演讲的直播 始终因为他讲的不关于 所以可能可以听的时候 都未必可以一百分钟完全听到 他讲回我们香港的基本法的重要性 和我们的意义 基本法的实力 差不多都有讲到的 他说基本法的实力 宣传 基本法的实力 基本法的实力 原本就很不贵 校方说 有些学生 未必完全掌握报现讲内容 会在课堂里面再送一讲解 但是你这场都不是要学三个基础位 我们又在第二手的资料 作证有用 让他们再两天之间 去看一看 在这里 快点重整个国内本体的问题 校方就派了这些问卷和工作址给学生 收集他们对李飞成果的意见 但他们看完之后 觉得对于学生有没有帮助 校长说 有需要的话 会将这些意见交给教育和参考 第三年的这间中学 就没有转播到李飞的现讲 校方说会将李飞的现讲片段展示 再配合相关资料和工作址 用讨论的方式 来加深学生对基本法业式 目前电视机者 陈曼君报道 在李飞下午三观高铁西九龙总站 逗留大概一小时就离开 其间有商民主和网友都从示威 都有责任一切管理的 想法人商与中央事后事 杳志英亲身出席和投票 否则的事 去到夜晚大概九点离开 你们明天会参攻廣州大桥 还有到港外加部驻港 跟大园公主 夜晚会参考香港 专家其他知识 夥医学下三万个泊车位的 博出院加租百岁边六十六百 港署说目前收费普遍低过市价 以私家车、轻型货车和旅游包价泊车位 月中调升百分之六 其中有概的私家车位加到一千五百五十 去到二千七百三十元 而老天车位就加到一千二百七十元 去到二千二百五十元 而便单车的泊位就加三十至四十元 始终私家车位每个小时一轮加一元 轻型货车加两元 防卫会商业流远小组 下星期一审议建议 若会通过圆单日起生效 有防卫会的委员希望可以调计价格 本港车位正在不熟 加上警方有点大胃来探车 在大环境之下 防卫会出出驾车 借着一个香港的吹针反射 而且我看到 整个加幅高过通胀 令人家有点感觉到是禁销 今次的加幅 其实他都加了一些不少 基层加货的军迹车 其实这个价格 都会影响到这些价格的生计 今个月初在菲律宾举行的东盟峰会 发表主席声明 未有提及中国在南海堵礁的建设活动 和南海重裁案 声明又说对东盟和中国 关系改善感到鼓舞 东盟峰会冬道主菲律宾 在工会閉学之后三天 发表主席声明 说要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和平解决针 但未有提及中国在南海堵礁 被指填海造地的行为 和去年的南海重裁案 声明重申 会完全有效地落实南海共同行为宣言 加强各方互信 要就南海问题而切 各国外长间的热线展开测试 妥善处理紧急情况 各方同意明年初开始 透过热线磋商具体而有效的行为准则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发言人说 希望准则对法律弱促力 声明又对中国和东盟关系改善 同意正式协商行为准则感到鼓舞 东盟峰会主席声明 一般会在峰会结束之后没多久发表 但过往也曾经因为敏感议题上 出现字眼争议而延迟发布 出现东盟峰会的总理李克强 峰会闭幕之后正式访问菲律宾 一连两日的行程结束后回国 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 认为海上争议并非中非关系的全部 重新会议和平方式解决领土 和管核权争议 承诺在南海自我坑制 无线电视记者 刘伟村到处 送到舟米斯小时 巨星行为特别的工作 并快说带行为特别的是 决定的压力 移动的质量 他不知火力 在台湾上党数个小来 从某个小梅场里 有很快乐 便是、战胅 中文字幕——YK